杜子健 年龄不强 不知道怎么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杜子健 华一传媒的创始人 今天来求职 求一份那个营销顾问的工作 而且我的一个前提是 营销总顾问 就像我去了以后 这位选手我们是来招全职的工作的 顾问不是全职工作 找清楚你的求职目的再来 顾问是全职工作 我们每一个月要到你那里去顾问一次 那不是全职工作 合作关系 顾问关系 这样公司倒了 倒了 全职 营销总监我可以考虑 我们要的就是顾问 全职的顾问 全职的顾问 对 我们天天去 顾问没有全职了 营销部的策划 营销部总策划 或者营销部总监 这都是合作 营销总监 营销总监 好 来 就是 怎么会想到 在这样的企业里面找工作 因为以你的阅历来讲 你完全可以到更大的企业 更好的平台 或者再次创业 对 或者再次创业 我觉得我可能在营销这一块的一个知识 和我自己个人在目前这个快媒体环境下的理解 是在座的企业家都需要的 我觉得尤其像某种百合网这样的企业 更需要像我这样在国内对快媒体环境研究的比较深的一个营销人士 杜先生 我们相信你有你的带来的专长 但是由于我没有简历 希望你做一个个人的自我介绍 更详细一点的是吧 我这个一介绍起来就是长篇小说 因为我人生迭段起来 我简短地说一下 在1999年之前 我是来自安徽 然后飘到北京的 因为前面一段就 我的人生是有个很不堪的人生历史 包括做过老的那些事情 就不说了 就不说了 因为太惨 那到了北京以后呢 其实是孤苦伶仃地过来的 在地下室待过一段时间 然后是摆地摊卖报 然后再做到做编辑 我的工作大概有三个经历 一个是做过 地摊的和卖报的经历 然后第二个是 2008年做过一段时间的选美 做了几年的选美 所以你自己创业吗 创业还是 是你选别人和别人选你啊 我选别人 我长得很丑 然后就是第三个 我就是自己做了自己的营销公司 那如果我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加油 这个时候出现了主持人旁白 各位求职者 记住 我们反复提示过 当你在说自己经历的时候 听一下刚才杜子健怎么说 三段 第一段摆地摊 第二段选美 第三段什么什么创业 等一下哪个老板都会说 我对你选美那段 选谁啊 你那么丑 你凭什么选啊 注意那就是对那段经历感兴趣 提示所有的求职者 在描述自己经历的时候 先调理话 别上来之后一片一片的 来提问 杜总过去的经历应该非常丰富 但是你过去所有的经历 都没有支撑你在2008年之后 做的营销这个行为 不对 这个我要反对 就是我人生的所有的经历 都是在做社交关系 而营销的本身是社交关系 你要处理好人人之间 可能因为您 可能因为您头发白了 所以他们不敢使大劲 是吧 可以使大劲 我来这么说 你可以使得更猛一点 第一段经历 摆地摊很接地气 第二段选美跟活动策划有关系 对 我们觉得这个组合成了一个 你现在形成你有营销功底的 这么一个过去式 对吧 可是摆地摊和选美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首先想讲 因为在座有很多企业 包括全国联络企业 我们想知道 你有没有在大企业里 工作的经历 比如说你从 整个的战略制定 到整个的战略实施 到区域性的战略实施 这有没有系统的经验 好 有过两个小的短暂的经验 一个是我在人民日报 市场报做过四年的编辑 这是一个大的单位 第二个是我在国美待了一段时间 为皇冠玉写他的那一本书 国美三月帝国 我在国美的体验了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大公司的一个体验 和感受是有积累的 作为对求职者能力的一个考验 你反复在说 你是在这个领域 有比较宽的跨度 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研究 我的问题很清晰 百合网现在致命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如果有一天百合网死了 死在哪 第一个他的用户粘性 这一块是做得不太满意的 就是因为你的网站 天然的具备了一个流动性 因为人家一结婚就结束了 你的网站就流失了这个粘性 这是你们第一个要解决的短板 第二个从需求的角度 就是中国单身的人特别多 包括上一次的观棍节1111 我曾经构思过 你1111这个社交活动 能不能跟百度两个人联盟起来 做一个百合加百度的 双百番针的一个策划方案 但我觉得是这样 您作为一个这个总监级 甚至于副总裁级的这样的一个营销的高手 你谈的还是点 比如说我们2012年 五条电视广告 加所有的公关 这个活动 还有我们的这个微博营销 都围绕一个主题 就是百合网是实名制的 那这是一个整个策划 你们有五条电视广告 五条电视广告 都投到哪儿去了 一条都没看过 这个我是看见 这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这是我要跟某种交流一下的 删却一下的 我认为一个好的企业 来评价 不应该做五条电视广告 一条 就是一个好的广告的最大的品质 是简单重复 再简单再重复 在这点上 我们不得不表扬一下 五八重重 进波的 进波的 那条那么招人讨厌的广告 还没下线 但是这个 还喊 这个我有不同意义 杨敏鸵喊了几年 死了 一两年 很快就要换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换了新的广告 这个我有不同意义 我也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会上五条 其实呢 每一条我们上到两个月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条广告的 这个效果 带来的用户的量 就会下降 我不得不再换新的一条 然后又会回到一个 我来回答一下 某种的这个问题 你知道要是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爆发出 这样的效忠 因为他问的问题 你问的问题太可笑了 太幼稚了 你稍稍学点传播 不就 哎呀 这样的企业还能活下来 这是奇迹 就是 一个好的广告 一定是万变不离其中 是 中不变 形式可以不断的变 也就讲 一个好官 好的广告词 一定要坚持的广告词不动 最好的广告词听我说 广告 最好的广告词听我说 一 老白金他能坚持十几年 广告的合音意义 你让我说完 作为boss不应该打断一个 求职者的 连贯者的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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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断 求职者会不断的 那最近有个好的广告是什么呢 韩元侠 我就记住 那可以了 但是我的问题是说 那你的这个万变不离其中 使错了 你正好是万中不离其变 这位求职者 你没有仔细看我们的广告 我们五条广告 全是一个广告语 你的slogan是什么 全是一个广告语 百合网 实名制 认认真真 残恋爱 全是这一个 这个就拧了 他是把自己 他是把自己的追求 所谓实名制的追求 当做了一个对客户的追求 弄出去 你们公司能活下来 我们把它转换成 用户的态度 认识真真谈恋爱 用户不关注 而且关键是 这位求职者讲我们 各位不要问问题了 我先说一句话 各位老板 我说一句话 你稍等 我们是来找工作的 如果你想雇我们 花钱 我们告诉你 怎么花一条广告的钱 这位求职 你不说 我也有个问题 子健在我心目中 一直是一个神奇的人物 发明了一套神奇的理论 然后做了一下神奇的公司 和我们一样神奇 现在这个公司居然倒闭了 那我就怀疑了 你这个理论是不是没那么神奇 现在被逼来找工作了 能不能举起一个举起的例子 你原来的经历 对你进入 比如说五八同志 你来管营销 有什么帮助 你的心态上 成一个老板的心态 变成你要向我汇报 可能有时候我们还会吵 你不得不听我的 你的心态能不能接受 我来评价一下这位老板 这个问题有点难 你先沉浸一下 看那个老板 刘汗了还没有 什么刘汗了 你太无聊了 刚才姚金波说了一堆话 但是让他最享受的 就是一句话 咱发生争吵 你还得听我的 忘了 你知道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没眼翻飞啊 姚金波假想都能让人快乐 你收敛一下自己的笑容 太好了 你注意你以后要听他的 好吧 来回答一下问题 我比较健康的回答一下 这个姚总的提问 那个 我认为在快媒体环境下 带来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 将来的百年企业会越来越少 一个好的企业能活 20年都不错了 因此我给我早期 就做好了心理的一个铺垫 但有一天 因为我的能力和资金 和信金流 和其他战略方面的问题倒闭了 我会坦然面对 便做好自己内心的调整 我想我还是要活着 我还要出去打工的 我还是要为老婆孩子去挣钱 所以听你的指挥 对我来说是很能接受的一个事情 非常好 非常好 老周我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自己也是最早 就是做创业大赛什么 我对创业这个地方一直在研究 其实我在看 我还是在想 你刚刚说了这个过程中间的转折点 我问你能不能把 莫总的说完 然后我再回答你 抓紧时间 包括咱们国家 包括你看美国 你这属于连续创业者 对吧 摆地摊也是一种创业 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连续创业者 包括他失败之后 他愿意去一个公司打工 而且坚持一段时间 从来没有见过 他只是 只会 你没见过 不代表 有上一机会继续去创业 因为创业是一种毒品 我觉得沐远你气小了 哪怕他来这工作俩月 他有价值能为企业做贡献 他在离开 但他这个高管 高管来俩月 首先他刚才高管定位是什么 管理架构是有影响 一个真正在低谷里生存过来的人 他在这一块是要比别人的体型低谷 我觉得你这是一个严重的伪命题 如果你企业的所有VP 以后都不会创业 他是策划总监 据我所说 他需要对高管有充分了解 充分了解至少三到六个月 来来来这样这样 然后才能靠谷策划 为什么要三到六个月 这么不清晰吗 肯定的 对一个企业深入了解 你们俩 能平静一下吗 这个求职者 现在已经开始像主持人一样 这样教学哪个人发问了 对求职者提出非常严厉的批评 现在到了大家进行选择的时候了 十二位 第一次去或者留选择 慕言 慕言不用说离开的理由 因为所有比他强的人他都很 就说五个字吧 职业稳定性 职业稳定性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的提问 谢谢子健 非常感谢 不不不 有急 有急 我帮你总结 你也总结 好吧 给求职者的建议 第一 不要去回避 你生活经历当中 那些复杂的问题 因为那些问题一定会被问到 怎么想怎么说 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第二 在描述自己经历的时候 尽可能的有条理和清晰化 第三 当发生了一些观点的碰撞的时候 要勇于 可以直接说我不知道 我不懂 或者您的这个问题 我不太喜欢 都可以说 但是一定要做到什么呢 叫救事不救人 只要是救事不救人 咱心里就坦荡了 有的时候那个求职者呀 他说 慕言说了一个问题 你就直接说 慕总对不起 我不想回答您的问题 甚至可以说 慕言我不喜欢你 可以自己说 没问题 因为他本来就不当人喜欢 除此一种 无非就是阐明一个事实罢了 许多求职者在一个问题的时候 是想把12个boss都照顾好 没有可能的 就是你不需要照顾好很多人 你照顾好三五个人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老杜今天带的最好的一个示范 就是你可以选择boss的问题 是的 同时好几个人发问 这是个 这是个新的做法 这是个新的做法 可以选择boss的问题 但这应该不可以的 面试的时候你不能选择 不能因为当时提问题的人 谁身大 谁冲 你就选谁 是 不能因为这样 好 少刚老师能不能让我们 以后每一期都让我们上去 每个人都能上去 呆扮叫什么 让我们感受一下呗 而且少刚 我觉得杜子健啊 是这么多期 我第一次在他脸上 看到了一种谦卑的状态 所以我特别想让子健用一分钟 分享一下你作为应聘者的感受 第一个从这里走下来 到最上面 他整个心理状态是有压力的 是惶恐的 是惊惧的 是不知所措的 那你也会吗 这是你们 我有 那肯定有 我都能看出来 这是第一个 不够自然 第二个 你们太乱 话牢太多 能不能有一些绅士风度 让女士们先把话题问完 然后男士们再 说得好 说得好 尤其要听听莫言 菜虎和 没有菜虎 今天没有菜虎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知道菜虎的话牢 让人印象深到什么程度 当他不来的时候 谁坐在他曾经坐过的位置上 都不行 哎呀 菜虎 如果现在我手里有一杯酒的话 我会撒在地上 我觉得特别是 新嘉宾应该给你多一点机会 我那个麦只好久完全插不进去 就一直看着他们乐一直乐 然后就过了 就过了 没关系 这 哎 我现在求职哥过来 我作为老板 我会希望他能正面表现一些 他的优点出来 没错 没错 所以其实我是这个人 不管我喜不喜欢 我都是希望引导他 表现一些优点 这样别人去挖 还有一个一直没有听到的是 都是讲他的人生的曲折 一直没有讲到 就是说 其实我 因为我 我对这个杜老师 我 我很认可的 我觉得很好的朋友 但是其实我对他 不是很了解的 我就看过他的那个 威力无边的封面 封面 哇 你这话太不重了 你太伤人了 其实 其实我 我想 这个 这个听更多的是一些 他 因为他 毕竟自己办了一个 营销公司 一些成功的案例 还没有 那能不能帮我们 帮我们出个点子 不等 你回去先把那个 拿钱 不是 帅哥老师 其实我们 互联网都去听过他的课 没有拿钱 我倒觉得 稍等一下 这点我真的要批评一下 求职者 我们是有尊严的 不是谁给钱 我们都干 看威力无边 只看过封面 只是看封面 他刚才说 他看过威力无边的封面 求职者 也片面的 但我放在我的床边 一直等着看 求职者刚才的问题 沉浸在了大家对他夸奖的 个人喜悦当中 真的有些忘乎所以 他看的是封面 在这种情况下 给多少钱 我们都不给你干 对不对 回去把书先看 再次谢谢子剑 谢谢谢谢 谢谢这个 Café 这话题以后有得聊 有得聊 完完完完 你可以同转手 对 晓晓 你不选的吗 可以 你不选的 我是选的 就是你這邊 我想一想 那个子剑在我们公司工作 我就特别开心 对 那我不认你 来来来 掌声送给杜子 AMP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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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来 来 是不是 eh 是我 神经病 你的哪些 那个谁姚静波 这个叫用户体验 他肯定会留灯 因为他过瘾了 我肯定会灭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因为每个老板提问 都是有目的的 当豆子健的回答的问题 我没有得到我要的答案的时候 我就会灭灯 选择